好莱坞电影业百花齐放 吸引中国企业前扑后继分一杯羹 看准商机的中国地产及娱乐巨头大连万达集团 继今年1月以35亿美元收购了好莱坞的传奇娱乐公司后野心不减 下一个目标瞄准好莱坞六大制片厂 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近日接受专访时 就指名道姓对派拉蒙影业感兴趣 表明要将好莱坞影业科技和能力带到中国 而购买实力雄厚的好莱坞制片厂 就是打造中国电影帝国的捷径 我的目标也不是在好莱坞里玩 其实我的目标是收购好莱坞的公司 然后把他们的技术把他们的能力移植到中国来搞 所以我在搞东方引渡 目标是把他们吸引到中国来 只有这六家公司是真正的全球性电影公司 其他都不是 所以如果想建立一个电影的帝国 这是必须要走的一步 今年打入福布斯500强名单的大连万达集团 计划在四年内将包括娱乐体育及旅游在内的文化营收 提高三倍到1500亿人民币 为此万达正马不停蹄 并在上个月与持有派拉蒙影业股份的维亚康姆进行谈判 加快进军好莱坞的步伐 我觉得现在投到中国来自世界电影产业的钱当中 应该多数属于傻钱 少数属于聪明的钱 因为都是看到这个行业热了以后 一窝蜂就上来了 而除了好莱坞 万达还寻求将影响力扩散全球 建立最大的电影院网络 王建民表示 今年7月收购了欧洲第一大院线后 万达已控制了全球15%的电影票房收入 在2020年之前提前实现控制20% 全球票房收入的目标或将不是梦 阿布森女士 来来做现场 以及各位全力